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带来秋葵拌番茄醋酱 秋葵 秋葵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那选秋葵要怎么选呢 要选比较细致的 因为你看那个表面有点点的毛 但是你看它绿绿的 非常细致 秋葵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黏黏的液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切开来 因为你把它切开来 放在水里面去煮 黏黏的液会流出来 那我们要把这个比较粗纤维的地方把它削掉 但是不要全部切掉 不要让里面的籽子看得到 看得到的话表示里面的黏液也会流出来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材料 然后我再来带大家怎么做 好啊 这是秋葵 柠檬汁 盐巴 那个 红椒末 香菜 洋葱末 番茄丁 奇异果 橄榄油 好 那首先我们烧一符水 然后稍微开水 那开水烧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那记得喔 削给大家看 你看这边有一些 粗纤的地方 这把它削掉 等一下在吃的时候呢 才不会影响到口感 这样子把它削掉 就这样子把它粗纤削掉 但是不要整个头把它削掉 因为整个头把它削掉 我刚刚有讲喔 里面的那个黏液会跑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水里面呢 记得加一点点油 我刚刚有讲喔 那个秋葵里面呢 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A 那维他命A呢 它是一个子溶性的维生素 那如果里面没有油来煮的话呢 我们没办法吸收到维他命A 那我们现在把它丢进来 那秋葵在煮的时候呢 不要煮太久 刚好熟就好 刚好熟就好 因为煮太久的话呢 那里面的那个什么 黏液有可能就流出来 爆出来 但很多人吃起来会怕怕的 因为表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外壳呢熟了就好 脆脆的里面黏黏的 这样子的口感非常棒的 大概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好 我们可以把它拌一拌 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好 那大概煮一分钟 我们可以从画面上来看到 它非常清脆 非常清脆很漂亮 那我把它关掉 那关掉了以后呢 大家看得到 我准备了一盆冰的开水 冰的开水 冰的开水 那我把它捞起来 泡在冰的开水里面 来把它泡在冰的开水里面 我就泡进来 好 然后泡冰 好泡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来做酱汁啦 好 把刚刚所有的材料 我们先把那个 橄榄油放进来 橄榄油 还有 奇异果 番茄丁 洋葱末 檸檬汁 盐 红椒末 然后呢 香菜末 非常漂亮 有红有黄有绿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拌一拌 这个是我们的 番茄醋酱 好拌好了以后呢 我们的秋葵也已经凉了 好来 来 那我们把它排在我们的盘子里面 那我们把刚刚 刚刚拌好的这个 番茄醋酱 我们把它淋在上面 哇 好漂亮喔 真是一道非常健康的菜 那这个是今天我为您介绍的 秋葵拌番茄醋酱